歡迎大家來到教育有色的環節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Chris 校長和我們一起分享 想問一下最近入復課 小朋友多了見面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互動 想問一下學校方面有沒有活動能夠幫助他們 疫情期間可能同學用得最多 網譜用得最多應該是平板 作為老師會用網課去教學生 學生亦很崇拜老師為何會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們都想到一個很好的活動給學生 就是我們找了一些導師會教同學 主要是做STEM的活動 做完之後主要是甚麼原因呢 就是教了學生做了一件很簡單的STEM手工之後 他們就要化身成為一個小導師 用Zoom或網課的形式去教同學 除了教我們自己學校的低廉班同學之外 甚至可以去幼稚園教一些小小小的小朋友 我聽同學說其實他們都頗開心 因為已經有些同學在做 他們都會覺得原來做直播這麼緊張 又或者之前原來要做很多很多準備 甚至很多東西其實他們想像中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裡面要很多不同的資料搜集 還有要做很多不同的材料 甚至很多其他東西都要整合才能做得好 還有一件最特別的事情 就是以前老師在網課的時候都會說 同學你們上課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都希望他們有反應 他們現在做Zoom的時候都會發覺 原來他們在說話的時候都會希望同學有反應 這也是讓學生可以從另一方面了解老師上課的情況 亦都讓他們學習多些不同的技能 其實都很好 因為在疫情期間經常都是Zoom 沒有實體 但實際有活動的時候 大哥哥姐姐要發生小老師 亦都在強化領袖的特色 如何除了在鏡頭面前做的事情 其實他可能要看著一眼觀測 其他同學又要配合 有誰有開咪 有誰有舉手 立即要有即時的反應 今天很感謝你的分享